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2月7日 圣日门做客狂圣利尔 周一凌晨 法甲地念三轮迎来一场焦点战 利尔主场迎战巴黎圣日门 双方经济整体发挥形成巨大反差 未免冠军的利尔一落千丈只能位居中游 而圣日门凭借雄后班底长时间盘踞绑手 比赛过程如大家所料成一面倒 上半场利安奴 美思发挥出色带领圣日门建立起3比1的巨大优势 换边之后 丹尼路 彭丽娜完成没开二度 基利安 麦巴比斩获新年以来第二个入球 胜负早早失去悬念 最终 圣日门做客以无比一狂图利尔 取得三连胜 开场十分钟 圣日门就先开记录 纽努 文迪斯左路急速启动突破船中 爱河击壁铺球出现低级失误 丹尼路 彭丽娜笑纳大理桶射破门 1比0 11分钟 A 奥拿拿跟进凌空射门被东拿路马没收 28分钟 宾爱画面对老东家毫不脚软 他摆脱安组 迪玛丽娅之后底线到三脚回船 史云 博文迎球侧身凌空射门命中 丽尔将比数搬成1比1 32分钟 利安奴 美斯角球开出助攻 派斯奴 甘佩比强点阐射空门得手 圣日门以2比1再度领先 37分钟 丽尔后防解为不利 利安奴 美斯成功拦截单刀挑射破门 斩获个人罚甲生涯第二球 圣日门将比数扩大为3比1 玩半场前45分钟 圣日门获得前场罚球 利安奴 美斯直接射门击中横梁 半场结束 主队利尔以1比3落后 一边再站 51分钟 圣日门再次改写比数 丹尼路 彭丽拿外围起脚远射 皮球折射后钻入网窝 4比1 59分钟 庄拿分 班巴进区左侧射门被东拿路马没收 67分钟 基利安 麦巴比进区前沿一脚搓射 皮球直挂死脚 圣日门领先到5比1 比赛可以盖棺定论 77分钟 G 古蒙尘进区前沿低设备对方门将轻松化解闲情 83分钟 利安奴 美斯再次操刀罚球直接射门 爱河击毙直接将球没收 84分钟 利尔侧动反击 装拿分 班巴进区右侧净射高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圣日门以5比1大胜利尔 联赛保持13轮不败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带锌支这看起来 带锌支钘 调子 阁周我 别看起来 估讯 阁周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